所以我們的空中學堂要來進行囉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這個 當然就是介紹科系 是的 對 那我們就是要跟這個大業大學連線 要談的就是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成 對 那我們邀請的是張靖新張主任 對 因為他三點要開會 所以我們現在先跟他直接做連線了 片頭就不出去了 OK 好 來 來 來了解一下這個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成 好 好 請稍後我將為您轉接 好的 飛機六零五零 是 好 來 OK 你好 請問一下張靖新主任在嗎 是 我就是 你好 張主任 這邊是正聲電台午後兩點節目 我是阿富 您好 張主任您好 不好意思 我是豆豆 好 不好意思 我們遲到了 不好意思 是 來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我們大業大學這邊的這個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成 有點長喔 那我們可以簡稱歐旅學成 歐旅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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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學成 對 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設立的 我們是那個1020年度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 是 在系上的話我們就是有兩屆學生 那接下來我們是 如果是 暑假過後要進來是 104 學年度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有三屆學生 三屆 OK 了解 是 所以是一個很新的科系 對 非常新 那就想知道說 為什麼會特別針對歐洲這邊來 我們設立這樣的學成 是 而不是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是一個那個學成 那個教育部他是 就是近年來他是鼓勵各大學那個院校嘛 是 還有社會需求 嗯 他就是希望說能夠 開設那個跨領域的那個學位學成 是 或是學分學成 然後就是要培養那個跨領域的那個人才 是 那因為在我們大業大學 其實我們有 現在有七個學院嘛 是 有觀光學院有外語學院 嗯 那其實我們在歐旅學成可以說是 就是我們之前我們有個那個歐語系 是 所以我們本身就是有所謂 從歐洲留學回來的那個師資 然後再配合我們學校 觀光學院的那個參旅那邊的那個師資 是 那我想說這裡是一個跨領域的那個學成 是 他可以結合 就是等於說我們這個學成 他是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那個觀光系的濃縮版 就是中華都在我們這裡面了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不同的那個 等於說是國際的那個元素 是 元素在裡面 所以他就變得非常的那個特別 對 是 OK 所以當初就設立了這個科系 那就要來了解 我們的 這邊的學生們 都主要學習一些什麼樣的課程 的特色是在哪邊 他特色的話呢 就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跨領域的那個學 學成嘛 是 是 所以我們在 剛好我說過 其實我們就是濃縮版 就是我們 就是取那個什麼 各個領域的那個精華 然後把它結合起來 是 那在 所以我們學生他要學歐洲語文 所以語文 目前的話呢 就是說在我們102 103入學的那個學生 是 最主要學的 他們可以選擇那個德語 是 還有法語 但是我們104學年之後 我們學生還有一個語言可以選擇西班牙語 嗯 哦 德法西班牙 嗯 剛好這個三個國家在那個歐洲那個觀光人數 也非常 非常多了 對對 然後另外我們還要學習那個歐洲文化 歐洲文化 歐洲文化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像什麼 歐洲文化遺產啊 歐洲文化那個產業與觀光啊 歐洲文化 嗯 還有那個歐洲資源與導覽上這些課程 是 有關於那個歐洲文化的那種課程 嗯 然後當然就是 讓他們就是學生培養他們的 最主要是那個人文素養的一個那個培育 嗯 那另外的話我們還有 呃 還有那個就是呃 呃 旅遊的那個課程 嗯 是 那這些課程譬如說我們有什麼觀光旅遊概論 嗯 導遊聯隊食物 嗯 導覽解說會展覽還有票務 嗯 嗯 嗯 其實在一般的那種觀光科系 其實他們都會有修到 對 也是最重要的科系 嗯 是 那科目 嗯 那為什麼選這些科目呢 就是其實這些都是證照導向的那個 對 哦 方便他們去考證照 是 所以我們似乎就是說 欸你這個科 你這個科目 這個課程上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去考一個那個證照 是 嗯 那昨天講到這個證照 嗯 那請問一下這個學成他畢業出來的學生 他也是要去考一些相關的證照 有有有有 可能會去考考哪些方面的證照呢 那證照的話 像我們我們 因為我們有一個優勢就是說 我們有學外語嘛 是 那當然我們就希望說 同學他們能夠去 因為白 呃就是 都有導遊領隊那個證照 對 那導遊領隊的話 它有分華語導遊華語領隊 是 還有外語的那個導遊 是 嗯 那尤其是我們 最主要我們要推的是一個是 那個歐語的領隊 或是外語的領隊 是的 因為這個外語領隊的話 是 一般光光 一般光光學系的那個學生 他們比較難去考 是 因為外語領隊他 他要加考跟外語 OK 那外語目前的話 就是他只有五科 嗯 五種外語可以考 嗯 他有西語 然後德語、法語、日語跟英語 哦 那這三個都有了 對我們都有了 是 那因為我們學校 人生 學生進來 我們那個 也在培養那個學生 英語的那個能力 是 所以呢 像我們今年就有一個學生 他就考過那個 英語的領隊 哦 是 那等於就是國際領隊了 對對對 他之後再去 再去受個學 嗯 他就可以 可以去去 真的去可以 可以去實習 帶著他們出去了 對對對 那這樣真是不錯耶 對啊 所以這些證照是我們在 在學的時候就會 幫助他們去考 對 那我們當然像我們也有 會議展覽 然後這個證照 其實那個賣死的證照 其實它也很重要啊 嗯 對 那還有還有票物啊 嗯 我們最主要推的是那個 APCAS的那個 航空定位系統 哦 這個 這個 如果說你這個票會的話 你到那個旅行社啊 旅行社或是做地勤 嗯 是 甚至你到那個 就是一般那個飯店 或許他們不是使用 同樣的系統 可是它就是類似 對 你要在學其實都很容易 很快的 對 是 那我請問一下主任 這個學成 他大概是一年招收幾個同學 呃 我們每一屆都不一樣 但是目前我們核定的名額呢 有62位 62位 62位 那就是今年104學年度 要入學的那個學生 62位 然後我們有 因為我們是有招生分組 我們有分法語組 德語組跟西語組 是 西班牙語組 嗯 那大概就是每一個語組 都是個二十個 我們就是語言 它是小班教學 是 但是如果說涉及到那個歐洲文化 或是說一般旅遊課程的話 那就是大家都學生就一起共同上課 是 那我請問一下其他的一些科系的這個同學 比如說他是沒有這個歐洲語言學系嘛 外語學系的同學 或者其他對這個觀光 內科有興趣的同學 他可以就是說 來這邊選修相關的課程嗎 可以啊 因為在我們學校大一大學 它是一個就是說 對學院照顧非常好的一個學校 那如果說在修服系 雙組修 其實這個 甚至做跨領域的那個學習 學生學習 我們都非常的那個歡迎 然後學校非常的鼓勵 哇那太好了 你只要交一個學費 就是他也不 我們學校也不多收學費 就是你是以一份學費 然後你要怎麼學都OK這樣 哇太棒太棒了 是好好 對 那所以這個到時候他們是就是 這個科系就是連語言還有觀光旅遊 還有文化 剛剛講的文化遺產這些 通通都要囉 那只選擇一個語言嗎 他們像 根據我們以往的那個經驗 然後就是我們那個歐語系 那學生如果說他的語言能力好的話 就是說有些人他們就是語感比較好 或是說他們學習語言 可能比較快速的那個 對語言有興趣的 他們都可以選 選那個什麼 就是不只 如果說這樣 可能雙語這樣 對 甚至三語都OK啊 哇 其實那個法語跟西班牙語其實還蠻有一點雷同 對 是 那 甚至我們還有二語 我們還有一次從俄羅斯回來的那個老師 是 太好 學生都可以選修 所以這個非常的多元 那所以說有沒有跟國外的一些這個學校啊 就是互相結盟然後互相交流 這個同學 這個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對 現在如果說沒有這個就不行了 所以他們會交換學生囉 對對 像我們 我們如果說 純粹那個語言交換的話 就是在法國的里昂的那個天主教大學 或是德國的洛斯托大學 是 那甚至我們有所謂的雙年學制 是 雙年在那個巴黎我們有一個叫做旅館管理高等學校 是 它是 縮寫為ESH 嗯 那另外在那個瑞士這邊有一個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學校 是 那 最近我們才跟西班牙的一個 疑似國立大學啊 就是公立大學叫 羅威拉那個威爾吉利大學 是 我們上天姐妹校這樣 嗯 然後這樣也會做交換 嗯 是 大概都在什麼時候做交換 呃 就是呃 大概幾年級 呃 目前齁 目前的話 呃就是 他大三 大三下的話 是 他可以先去做語言的那個交換 如果說是要做雙年的話 他們可以利用那個大四的時間去 是 不過要看他雙年 因為像到瑞士這個的那個地方 他最主要是2.5加1.5 嗯 就是他必須要在我們呃 我們這邊完成2.5個學年的那個課頁之後 是 兩年半 對兩年半 然後那邊一年半 對對對 是 所以他不大一定這樣 嗯 是 那我們大四齁 我們大四最主要就是說呃 他也沒有必修的課程 因為我們在推那個全職實習 嗯 所以 哦 所以那個學生的話 像我們這些有一些就是所謂的那個 我們都有跟企業在合作 嗯 然後就如果說他們不想要到呃外面 就是到那個呃去做交換留學或什麼 是 他們可以到那個產業 直接實習 對 直接實習 嗯 大概有哪些單位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嗯 像我們學校目前簽店喔 比較就是呃 比較那個特別的喔 是 但是就是那個呃 那個日月潭的日月行館 哦 日月行館 是 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 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特別 那個學生他們都是在新實習喔 是的 是 那日後我們還會再陸續簽 對 在墾丁的飯店啦 嗯 哦 是 然後還有旅行社 嗯 這個目前都在 嗯 有的已經都 嗯 是已經接上完了 是的 然後要給那個學生 嗯 只是說學生他們就是 將來他們要去實習 嗯 只要是呃 符合那個觀光產業的那個 相關 嗯 他們都可以去實習 是 哇那真的是幫學生找好了很多的出路喔 沒錯 哇真的 希望說他們那個學用落差 哦 說小啦 是是 然後就是畢業就就業 因為我們大業的一個那個口號就是什麼 念大業好就業 哦 是 對對對 太棒了 哇真棒真棒 對學校都幫我們安排好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大概是只有先到三 現在之前是三年級 對要升三年級 對對對 所以都其實還沒有出去實習 然後 明年吧 也有了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學生 就是到新加坡海外實習 哦 哦 好棒耶 他已經去了大概今年大概是一月二月的時候去的 嗯 就是一去就是去半年 是 那快回來了 嗯 然後去年 去年我們有一批那個學生 他到泰國 哦 是 去年我們有一批那個學生他到泰國 去年我們有一批那個學生他到泰國的那個華新 到這個那個華家的那個華家度假勝地啊 對對對 然後到那天去實習 然後今年我們另外我們也在那個就是推選了那個十位學生 嗯 也要再去那個華新 嗯 是 他們那個也是那個度假旅館那邊 是 給他們的學生做實習 他們的學生都非常期待 是 是 所以很棒耶 你看他可以做旅遊業 其實文化遺產相關介紹這些 真的 也都可以 都是 以後未來出路 那請問一下這個招收的同學 所以 高中為主嗎 是不是 我們是普通高中 像 像我們目前 因為像 都是 多元的入學管道 是 所以 事實上我們高中生就是那個 學測嘛 就有繁星 或是那個什麼 就是一般個人的那個身形 是 甚至我們也有統測的那個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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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很特別的是 我們甚至還有那個設計 設計群組的那個學群的這個 都可以來報考 真的 哇 太棒了 一年來都有設計學群的 對 對我們這個科系 科系很有興趣 對 因為現在你看我們的國內的這個 觀光的人口啊 已經 準備破千萬了 對 所以未來這個觀光服務業是一個主流了 對 所以說我們鼓勵年輕人多多來參與這樣的一個學習了 是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這個主任 大一大學 對張主任 今天我們的訪問 對 不好意思 謝謝你們給我們這個機會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張主任 謝謝 謝謝您喔 好 拜拜 好 哇 聽起來是不錯 大業大學這邊的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 不錯 這個蠻很有趣耶 他剛剛一開始就講了嘛 就是這個觀光系的這個縮小版 其實就是精緻版了 是 但是你要學的可能 對 對